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各位朋友们平安 今天和大家分享 爱的本质就是给 我们昨天分享了 主耶稣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 那拉撒路复活了之后呢 那些以色列的法利塞人 起了什么反应呢 各种反应都有 有的人因拉撒路复活 就信了主耶稣 这位耶稣啊能够吞灭死亡 能够做人所不能做的事 能够叫绝望的人呢 有希望 所以呢有些人就信了 但有些人呢不信耶稣 所以即便是再大的神迹啊 都会有两种反应 一种呢就是有人信了 一种呢就是有人看了 像死人复活 这么大的神迹啊 他还是不相信 这两种反应呢都是有的 所以呢我们就知道啊 这个世界是善恶并存的世界 上帝造人的时候呢 说所看见一切所造的都甚好 那个时候只有善啊 也没有细菌啊 也没有微生物啊 也没有疾病 没有罪啊 没有死亡 那个时候只有善 但是亚当夏娃犯罪了以后呢 恶就进来了 罪就进来了 这个世界就变成了善恶并存的世界 有善也有恶 人里头呢有善 但是人里头呢同时也有罪 也有罪恶 所以很多人都会说 善恶直在一念之间 所以呢 这是个善恶并存的世界 传福音有时候也是这样的 那听个人呢有接受的 有拒绝的 有人相信的 有人不相信 圣经告诉我们说 当我们信主耶稣 这个相信啊 在上帝眼中呢 就是做工 就是善 所以我们相信主耶稣 这个信啊 就是善 那不信呢 在神眼中就是恶 当我们听见主耶稣的福音 我们屡次拒绝 不信 在神眼中就是刚硬 就是罪 就是恶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是恶 他认为 这个 我不信耶稣是我的选择 但他不知道 这个在神眼中啊 是恶 那为什么有些人 在拉撒路复活了以后 看到了这么大的神迹 都不可否认的 他们还是不相信呢 其中啊 有些人害怕 这些害怕的人 是这么说的 他说哇 现在很多的人都信耶稣了 他说这么多的人都信耶稣了 那我们得把这个耶稣杀掉 如果我们不杀掉他呢 罗马人都要来夺我们的徒弟了 当时啊 以色列国 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呢 是在罗马帝国的统治底下 耶稣常常步道的地方叫加利利 当时是个省 加利利省 罗马人也要来夺我们的土地 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把一个政治的罪名啊 按在耶稣的头上 其实他是安错地人的 耶稣来到世上 他不是要推翻罗马帝国 他不是骑着战马 他不是的 他是千千杯杯的骑着驴鞠子 他是要进行心灵改革 他不是要革命 他是要革心 他是让人的心里面进行革命 内心接受主耶稣 耶稣就把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 但是他们呢 就担心 也是给耶稣安一个罪名 说如果这么多的人都跟随耶稣 耶稣就会带动大家起来革命 那罗马人就要过来镇压我们了 来夺我们的土地了 所以呢 这些人呢 等于就是给主耶稣 按了一个政治的罪名 那今天有些地方逼迫基督徒呢 他也会在政治上来给基督徒来定罪 其实真正的基督徒一定是好功名的 一定是好功名的 他是容神异人的 但是有时候呢 不明白的时候 要消灭你的时候呢 就按一个政治的罪名给你 但是我们自己知道 真正的基督徒是好功名的 因为我们是世上的光 有我们在的地方 黑暗要少一点 我们是世上的盐 有我们在的地方呢 腐烂会少一点 圣经告诉我们说 既然拉撒路复活了 对拉撒路复活的反应有两个 有些人相信 有些人不相信 那耶稣怎么办呢 圣经告诉我们说 耶稣就离开那个地方 是不是耶稣怕死呢 当然耶稣不是怕死的 因为啊 主耶稣来 伯大尼要叫拉撒路复活之前 门徒曾经对耶稣说 主耶稣啊 你要往伯大尼去吗 那附近的人啊 要拿石头打死你啊 但是主耶稣还是往拉撒路那里去 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 所以主耶稣不是怕死 那现在面对拉撒路的复活 有不同的两种反应 耶稣为什么要离开伯大尼呢 因为主耶稣知道 他死的时间呢 还没有到 我们中国人有时候强调忠心啊 还有一种忠心的叫 愚忠愚昧的忠心 但主耶稣认为 愚昧的忠心 愚忠是一种浪费 如果时间没到 耶稣也绝对不要早死 所以呢 他现在暂时离开伯大尼 时间到了就不一样了 时间到了 耶稣就慷慨负义 英勇就义 就前往耶路撒冷 受死钉十字架 所以今天我们对这个生死概念也是这样 死亡的时间没到 我们尽量的要保养我们的身体 让我们的身体啊 活得长寿健康 时间到了 天父把天门打开 就迎接我们回天家 所以感谢主 后来圣经又告诉我们呢 在约翰福音十二章 一段时间之后呢 耶稣又回到了伯大尼 那又回到了伯大尼 这一次 马大马利亚 还有拉撒路 拉撒路已经复活了嘛 拉撒路和耶稣一同作息 马大马利亚 俯视主耶稣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马利亚 就拿了一瓶 珍贵的 拿打香膏 值多少钱呢 值一年 三十两银子 是一年的工资 一年的工资 他把这瓶 珍贵的拿打香膏 那个玉瓶打破 把整瓶的香膏 都膏在耶稣的身上 用自己的头发 去擦耶稣的脚 然后整个房子里面 满了膏油的香气 马利亚这件事情 是什么时候做的呢 是在他的兄弟啊 拉撒路死里复活之后 才做的 这表示什么 这表示感恩和奉献 是分不开的 很多人呢 这样奉献给主 时间财力 这个愿意经历 都奉献为主来传 死里复活的福音 因为他们经历了 主耶稣很大的恩典 神迹能力 祝福 所以呢 他们因为感恩而奉献 所以感恩和奉献呢 是分不开的 所以我们看到 当这样的时候呢 门徒当中也有人不了解 特别是那个 卖主耶稣的犹大 他说 哎呀 你这不是浪费吗 把膏油倒在耶稣身上 耶稣一点点膏油就够了 为什么要整瓶的膏油呢 你这个瓶的香膏这么贵 折换成银子 可以去关怀社会 周济很多的穷人呢 当然啦 我们信耶稣的人 我们要周济 我们要关怀社会 但是我们不要忽略了 我们要爱我们的主耶稣 爱的本质就是给 上帝爱我们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 主耶稣都给了我们 那我们相信耶稣的人 我们要毁应耶稣的爱 毁应耶稣的爱 最好的方式也以爱来毁应 爱的本质就是给 想想看我们可以给主什么呢 其实我们给他 是叫我们自己 也更大的蒙福 感谢主 爱的本质就是给 让我们不断的感恩 因为是他先给了我们 给了我们空气 雨水阳光 又把他独生儿子 主耶稣给了我们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谢谢你这样爱我们 爱的本质就是给 谢谢你把耶稣给我们 主啊 今天我们也明白 爱的本质就是给 我们回应你的爱 也要以爱来回应你的爱 主啊 只是我们可以有什么可以给你 我们给 给你 其实给人的 就是给你的 当我们给的时候 主啊 就是叫我们自己和别人 都得益处 谢谢主耶稣 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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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